祝福我们每一个都没有神的恩怜 没有神的爱 享受神的恩怜 享受生命 享受与神的关系 因为神叫我们是享受祂的爱 不单止将来去天堂 可以尽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我们今天都可以享受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享受神 信耶稣不是只是信 不是只是有些责任 而是真的可以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每一个生命的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神是一个私恩的神 所以你跟他有密切关系 得祝福的是我们自己 时时保持跟神的关系 得祝福的是自己 整个生命会发挥 反正我们只能够活一次 我们不能在世上重复再一次 不能再重复再活一次 你今天只能活一次 那你选择在这个聚会 可以更大给神祝福 生命真的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看着很多人的改变 我就没有预先问你 应该就问你 可以分享你太太如何之前见到我 然后那天你祈祷的经历 对你的改变或对你的影响 好吗这个叫大华 大华呢 给他个麦克 其实我们会有这种能力去影响人 祝福人的生命的 他今天太太要上班 所以上班 各位好我叫大华 那就是第一次来这里的 我感激的主要主要引导 认识过叶牧师 那其实怎样去认识叶牧师呢 其实很奇妙的 其实在两年前左右 我太太就上网 youtube里面 就看到一个牧师 就是两年前 因为很奇妙 实际的时间表 是不是我们去预测 或者预计的 想不到在几个月前 我就去另一个聚会 我太太认认了叶牧师 那当时呢 我太太立刻抓住那个机会 去跟叶牧师聊天 问她拿卡片 那我更加 要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就是说我在youtube 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同在 那我第一时间抓住叶牧师 帮我去按手的祈祷祝福 那其实没什么特别 他抓住我两手 就说仰慕着耶稣 那我已经击到 就在困在地下 那当中的运行里面 我自己的呼吸就越来越急速 越来越急速 那就很奇怪 应该是要释放一些东西出来 很常常喷一些气出来 其实叶牧师没有跟我说过 是我自己去有这个感动 去做这个动作 然后慢慢慢慢就 开始就顺便了 其实个人都不是很能移动的 就是不是很能移动的 就是肯定起床 坐在一张椅上 其实我当时我没试过是要肯定起床 还要休息多五分才可以走 我太太都觉得奇怪 因为未见过这个情况 有这样的神在里面都给一个很大的同在 在过程是有平安喜乐 还认识到神的喜乐的恩公 是彰显在我身上 就是近时在某一个几年前也有一些旅词 在这里回到北京 还有尤其在 而尤其和二牧师 他都围在另外一个祈祷 就是在另一个强谷的地方 强谷的地方 他可以带回我 在那个祈祷里面 就很和神同在 一个喜乐的感受 也都很实在和神的亲近 他好像在祈祷里面 你要去奔向和耶稣一起捉住耶稣 近时我就要求祂走你 现在不是你 是你自己去追着耶稣 你不要task loss 你不要这个机会 你见到耶稣去追着祂 你不要离开耶稣 你不要等他 你自己冲在祂 很正很正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 我一个聚会认识了耶稣 拿一张卡片 都过几月 其实很冒昧的 你拿一张卡片 又不和耶稣好熟 但是你怎么突然找他 其实很奇怪 那其实 圣灵都在里面吹逼了几次 你去找牧者 我又 哎呦 我又不是那么 就是不是很容易去打 那些人 那最后真的 春秋的业味 打个电话给耶稣 跟着耶稣 去一些强国 走来这里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对你的心灵 有什么影响 还有你自己想怎么样 其实 在我来说 我觉得 尤其在强国 无关你讲 那里 人不多 但你会看到 他们的渴求 渴望 是很强的 很强 你会影响到我 会觉得 哇 你 这班人 他们这么可求 但是 一件事 其实在我国家里面 有很多很多人 有很多人 但是 只有这么少人 是这么可求 但他们很厉害 真的很可求 其实 我们应该多些 跟他们沟通 令到 其他人都 享受 我们 和神一起 那种关系 那种爱意 那种爱意 我们的走出来屈抱 都能够影响 未感觉到 或未相信的人 我们应该 是不是要多说 多些 做多些 不是做出来 而是事实 是彰显神的存在 我觉得 这方面 我们要多些去做 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我的感动 哈利路亚 好 谢谢 祝福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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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和神 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 第一 自己经历神的帮助 也能够带着能力 祝福人 无论是偶然的情况 或者是聚会的情况 神都可以透过我们 去祝福人 我希望大家会渴望 当我们经历之后 你要保持 你要保持 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生命 给神改变 我们就能够发挥了 同样我在当年 1998年的时候 经历四年 会和我一起去 安卡罗的聚会 是有一群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的 但是很多人 他们经历之后 就算了 但是我自己经历之后 我就说 我一定要给神 更多使用 更多处理我的生命 更多发挥出来 那真的发觉 是可以的 我希望大家 会说神 我都很想和人 有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第一 第一 就是我们可以和神 有一个 就是我们和神 第一 就是有密切的关系 下来 和神的关系 是带来很多福气的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是带来 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 诗篇九十篇 第十四节 我一起读一下 他说 靠你使我们 彼此 快回转返 靠你使我们 早早饱得你赤外 好叫我们 一生一世 高呼喜乐 这边说到 不要走 OK 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说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首先就是说 与主保持这个关系 第一就是祂的祝福 祂的同在 是祝福我们的生命的 那 我們真是可以早早飽得祂的慈悍 或者享受祂的同在 可以像吃飯一樣可以享受神 每天跟我們一起 享受神給我們不斷的祝福 就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其實做人 大部分的人 你覺得街上的人 是不是個個都很開心的呢? 大部分人都不是的 孫耶穌的人是不是大部分開心的呢? 都未必是的 大部分人其實都經常有很多事情做 星期日回來教堂 然後出門口吃飯飯回家 就是很事務性的 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未必會覺得 真是好 今天主又可以親近神 主又可以侍奉主 主又可以有喜樂有平安 主又有新的一日 我們很少會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 每天都享受神 朝夜在天堂 你說在天堂會不會說 當然天堂不會睡覺的 你會不會 天堂沒有日日日日日日日都這樣 就是一天持續 寧願的一天 寧願都沒有黑夜的 但就是在我們的觀念 在新的開始的時候 是說 今天又不知道如何呢 不知道今天又如何 會不會 天堂會這樣 不會的 你天天都要保持著這種 好喜樂的狀態 其實我們做人都可以這樣 你可以選擇是這樣的 天天是飽得神的慈愛,叫我們一生歡呼喜樂 就是神的同在,叫我們一生歡呼喜樂 這個經文《百體福音六》33.1 神會供應所有需要,這就是很多人擔心的 經常擔心錢,健康,有沒有工作,有沒有前途 擔心很多東西,很多人擔心有沒有配偶 其實神連配偶都為你安排 你千萬不要自己操心,你自己操心 反而你自己就得不到神為你預備 你先求神的國,這個經文說什麼? 你不是要先求神,他的國無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你先求神的國,所有你需要的神就會賜給我們 神就會將所有我們需要的給我們 無論你需要是什麼,你需要發揮的 你越發揮就越多人,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只是在教堂參與一些小的侍奉 那你需要的能力很少,神就給你這麼少的能力 但如果你說,我要去宣教 神就會給你足夠的能力去宣教 也都給你足夠的資源 那有些人有信心,那時候 很久之前,我認識了彭校聯合掌 那他就去了美國讀書 讀書的時候有交通意外 他那個肺是崩潰了,即是崩潰了 即是那個肺脫了,脫了就吸不到氣 那去到醫院的時候,他就祈禱求神 他就說,神啊,如果你醫好我呢 我願意將我的生命給你 那他回到香港,其實他不是有子女 開學校的,但他就去 募捐,告訴別人這個議像 那些人就支持他 他就開這個,當時是生命中學 當時我在教書的 那後來他又開這個 興學政基協會 即是一個協會幫助基督徒的老師 和學校 怎樣更加做一個有效的 傳呼音的老師和傳呼音的學校 那其實他不是有這個錢 即是不是他說我現在有很多錢 我有幾百萬幾千萬 他的百萬千萬都興不到學校 去開一間學校 我根本沒有這個錢的 但他有這個信心要做神 要做個事的時候,神就給他自然能力 譬如你說,神啊,很想做為你做 如果神感動你的話,神就會開路 有一個宣教士叫Hidy Baker 他去到非洲 他去非洲的時候,他說他只有27元美金 但是神要他為那些孤兒 那他沒有錢,怎麼做 但他真的去做 做的時候呢,神就供應他 那他現在呢,其實他也是完長憑信心 但是神一步一步供給他的需要 好像我這樣,我初頭想著宣教是怎樣 就是呢,用我有的接觸 那接著呢,用到沒有了 就是,看看人有沒有支持 如果沒有支持呢,我的心就想著 那我就,如果真的什麼錢都沒有 我遇到最差最差呢 那我就禁食祈禱又上天堂了 如果真的這樣就知道 就是我想到最差最差 如果真的有什麼病 那我可以治就治,醫不到 那又上天堂了 那我就覺得沒什麼所謂 就是我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我想不到神給我足夠的資源 給我能夠去做我想要做的事 所以你不要說 哎呀,我不夠欣高啊 不夠能力啊,不夠錢啊 我做不到什麼大事 你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因為這是神的工作 你需要擔心神 能不能做到他的部分呢 你不需要擔心 你只要思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神就會感動你做一些偉大的事 有時候有些基督徒做一些事情 他覺得沒什麼可能做到 但是神會給他這個能力啊 能夠做到神要他做的事 那我希望大家 你要知取神給我們的應許 觸實神的應許就是 神啊,我願意給你更大使用 發揮我的生命 反正都是每一次 你想更加發揮你的生命 在神的國裡面 成為一個偉大的 不是為了自己 不要說我要做偉大的 而是為了神的國 每一個人都發揮這麼大的時候 神的國都興旺 亦都呼求神 去相信神 去捉實神的應許 要這個地成為這個教堂 就是一個祝福人的地方 我們去到這個地方 成為祝福人的地方 譬如你在哪裡工作 你在哪裡做任何事 神啊,求你的恩典來這個地方 讓你的恩典臨在 去祝福這個地方 當你願意遵從神的 你就發覺神的恩典很大很大 詩篇三十四篇十節 我一起讀一下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我》 《但尋求耶華的什麼好處都是缺》 這裏第一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 神的同在 神的關係是祝福的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我》 獅子很厲害 很強壯 《少壯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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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缺食忍我 都會有它無法食的事 他去捉那些 鹿啊 他捉那些食物的時候 他都不是 譬如我們去打球 你會不會去空腹打球 不會 你會說 餓到軟了 現在去打球 你餓到軟了 打球 越打越無力 但那些獅子 經常都要餓到軟了 去吹那些獵物 為什麼呢 他不是經常有得吃 好像經常去追野獸 等我先吃東西 沒有東西吃 沒有雪櫃 沒有食物 他們要逃餓 出去找食物 有時找不到 他很淒涼 其實被捉那些獵物很淒涼 其實也是很淒涼 大家都很淒涼 他都沒辦法 他要忍餓 可能忍餓一段時間 都沒得吃 他怎樣都要 硬要怎樣都要 找方法吃 他們在這種情況很困難 但是尋求而來 我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就是所有的好處 包括我們整個人的生命的發揮 有時年輕人 哎呀我這個人 不行吸引 沒有人喜歡我 其實這些都可以 一定都祝福你 祝福你成為一個喜樂 其實一個年輕人 經常都說 哎呀我 不知道怎樣才能吸引 買什麼名牌衣 買iPad iPhone 一些很貴的東西 那些人見到我 就喜歡我 以為這些方法 其實這些方法 只是外表 當你裡面 充滿神的喜樂 經常都要關心人 很開心 開心的人 是人都喜歡的 經常都關心人 經常都想到人的需要 經常都想到人的需要 我們就會自然 我們會吸引人的 我們任何人都是一樣 我們想影響周圍的人 我們經常都有一種喜樂 平衡的心 見到人就關心人 不要說 哎呀他都不認識我 不用這麼想的 見到什麼人 你都跟他說 嗨你好嗎 他可能他最初會覺得奇怪 但是他慢慢會適應 習慣了你這麼熱情 其實我們可以學習熱情 可不可以 經常都顯露出神的生命 你什麼好處都不決 經常都會活在神的恩典裡面 好了 而神的恩典很大 我們一起讀詩篇一百零三篇十一節 天來地來等地高 他在慈愛更敬畏 他的人 那是人何等地敗 我們看太空 天就是太空 太空有多遠 遠到不得了 你用火箭可不可以飛到極處 都不可以 這麼高的 就是天這麼高 但是神的慈愛更敬畏 神的慈愛更敬畏 就是他的慈愛是無可限量的 是沒有止境的 但是向什麼人呢 你要說向敬畏他的人 其實神愛世人 我先講到神愛是全部的人 不過他們沒有領受神的愛 所以很多世上的人 你見到很淒涼的 就算他有錢 他只是有物質的風證 真風證都是神的屋 但是他很多不能夠享受生命 在很多有錢的人 他未必是開心的 信耶穌的人 是不是真的每個人都享受生命 也都未必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敬畏耶華的人 你就化過他的生命 很豐盛 你想要你的生命 每天都很豐盛 每天都很有能力 每天都很有信心 做什麼都有信心 開小組 就算我小組人不多 譬如我今天只有兩個人跟你開小組 你說不要緊 每一個參與的人都不會有能力 生命改變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有這樣的心態 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你的侍奉又有能力 我什麼時候都是 無論去到哪裡 大華講到那個聚會的時候 我完全只是去參觀 有個人邀請我去一去 原來那個牧師 他在網上又見過我 他叫我第一 他說 你為我祈禱 我說 你現在正在主領 我聚會 先等一下 因為他正在主領 他為人們祈禱 他突然叫我為他祈禱 我說先等一下 但聚會完之後 他依然叫我為他祈禱 我為他祈禱 然後大華和其他人 就自動走出來 我都為他祈禱 大華是其中一個 其他人 我不知道他怎樣 反應他有沒有說回我 我就離開了 但是呢 大華也有這種改變 我希望神就使用我 偶然去祈禱 都可以祝福自人 我都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用神的慈愛 向我們不斷地顯出來 那你什麼都不用怕 就算你有困難 那是不是沒有困難 不是 我們人都有困難 我們學業、事業、家庭 都一定有困難 但你有信心、有愛心 那你就算家裡有困難也好 你的愛心就遠向你家人 譬如家人對你不好 你又不讓他影響 你時時都愛心、關心他 他就會被你影響 你做工可能很困難 但你帶著一個好的士氣 你帶著一個公司的士氣 人人每個都會有信心 去做什麼生意 什麼工作都做得這麼好的時候 你的公司都會因為你的緣故 因為神祝福你的緣故 而祝福這個公司 就好像日室一樣 因為神與他同在 祝福他的主人 他的主人就百事順利 我們感謝神 神的恩典是很大很大的 接著講的是 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的後果 我現在講到 親近神話的好處是怎樣的 親近神 心靈記二十八章一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你又留意 聽從也我話 你神的話 謹守遵行他這一切解明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人之上 你又聽從也我話 你神的話 者以下的福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這說得很好 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將很多的福氣 臨到我們身上 有些人呢 在我見到 有些上網 我見到現在有一些這樣的教導 很離譜 他說人根本做不到這些神的 大名的 其實這些人經常叫人做 其實就好像律法主義 律法主義 其實這個是很錯誤的 由舊日到新約 都是講到我們要遵從神的 新約耶穌一樣 是要講到我們要遵從神的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夠進入天國的 不是說你這樣相信耶穌 不是只是 因典時來就不用遵從的 遵從就是律法主義 這個是錯誤的 律法主義是什麼 就是靠律法來得到一 其實舊日都不是 舊日都是一樣 是靠恩典的 其實舊日的時候 不過用憲制的方法 因為當時耶穌未來 憲制是預表耶穌的 他們一樣是靠恩典的 所以大衛說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 者人是有福的 即是他都是耶穌 上帝的恩典 透過耶穌 臨到身上 雖然他當時不認識耶穌 都是因為耶穌的代屬 他屬了人在前 有知時所犯的罪 所以大衛得赦免 都是因為耶穌的屬罪的 那當舊日的人遵從神 和新約的人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將很多福氣自己給他 有很多人就以為 我們只是信耶穌就可以了 福氣就來了 神經是沒有這樣的搞到的 神經是說 你聽他的話 而遵從的人是有福的 信主是有福的 但是信主也都說到 信主必然有行為的改變 如果單是信主沒有生命的改變 這個就是信心沒有行為 就是死的 信主是會帶來福氣 但是信主一定帶來改變 你看清楚 信主是帶來福氣 但不是單信主 就是你單信主而生命沒有改變 就是這個信心是有問題的 真信心是會產生改變 而福氣是哪裡改變 是哪裡帶來 不是我們的行為帶來的 是信心帶來的 是信心和神的關係帶來的福氣 不是我們的行為 但是你真信心又會有行為 但是神也會欣賞我們的好行為 因為他的恩典是白白的 是禮物來的 給所有人都是禮物的 當你跟他的密切關係 他就將很多禮物給你 好 跟著 下面 這一章 聖經是回家 大家可以看的 生命記二十八章 我完全沒有把那些大部分的內容 打出來的 裡面就說到 遵從神有怎樣的福氣 跟著不遵從神的 怎樣的奏狀 一起讀 生命記二十八章十五節 你又不聽從禮的話 你實力的話 不僅守遵行他的一切 解禮論禮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這以下的奏狀都必追隨你 流到你身上 就是講到不遵從神的時候 這些奏狀流到我們身上 其實是很淒涼的 耶穌已經為我們成為了奏座 承擔了奏座 為何我們還要受奏座呢 例如在罪中 其實有很多人 譬如很簡單 他經常罵人 經常發脾氣 自然他的婚姻會破裂 他和人的關係都不好 他隨便和不信的人結婚 受苦的也是他自己的 所以必定有那個罪的後果 所以千萬不要說我犯這個罪不重要 任何一個罪都必定有他不良的後果 是越來越破壞的 而呢 當我們信從神的時候 這個福氣很大 看書六章八節 信著聖靈殺種的 必從 對不起 信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 信著聖靈殺種的 必從聖靈收榮生 這個講到 裡面我有兩個聖情 一個是我們的情慾 我們的罪聖情 一個是我們的新聖情 就是信從聖靈 如果我們信從情慾的時候 就收敗壞 如果我們信從我們的 譬如很多人 隨便發脾氣 不開心 經常打電腦 不肯睡覺 這些都是信從情慾 不肯折制 這些都是情慾 這樣的時候 就從情慾收敗壞 任何一樣的情慾 任何一樣不好的 都是會帶來後果 所以如果上網看 一些不良的影片 或者照片 一定有不良後果 所以我們做 為了自己能夠得福 你就不要看那些 越看那些 你就越污慰 越不開心 你越走神的路 你就越喜樂 你祝福人 你真的會有天下都是朋友 你天下都是朋友 你的人也會同時 你的人就會有安全感 更加發揮你的生命 都會有更多的自信 我們自信最主要是從神 但是當我們遵從神 有更大的自信 而信了聖靈殺種 就從聖靈生永生 永生在今天 現在就開始了 有神的祝福 好了 這裡就講到 我們怎樣能夠 真是有神的祝福 信主有神的生命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第一就是真心悔鬼 真恨罪 離開我們所有的罪 真心的耶穌說 赦免我們的罪 這裡當中 有沒有人還未信耶穌 真心的信教耶穌做救主 有人說一章一節九節 其實很簡單 是一個禮物來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很簡單就是 神啊我得罪你 你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神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然後呢 一章十二節我一起讀一下 凡接待他的就是 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他們的權秘 作神的兒女 這裡講到 他用的字是什麼呢 接待 receive 接受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信耶穌不僅是 頭腦上 知識上相信 是接受耶穌 做我們的救主 接受他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做我們生命的主宰 所以這是用的 接待那個字 就是信耶穌 不僅是信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用信靠 告訴別人 你信靠耶穌 或者接待耶穌 讓耶穌入你的心 做你的救主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讓耶穌 做我們生命的救主 而得著 神就在我們的心中 做我們的主 我們就有神永遠的福氣 好 真信主的人 如果我們真信耶穌 那會怎樣改變呢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要怎樣去生命裡面 給神去改變呢 第一就是親近神 就是說 我們必定跟神有關 不要說 我只信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 譬如有一個教導 信耶穌得永生 這是聖經的最重要的教導 不過這個 是不是聖經唯一的教導呢 這個不是 但有很多人以為 聖經的唯一教導 就是信耶穌得永生 他就說 信耶穌可以了 其實這個教導 如果只是信耶穌得永生 這個是錯誤的 只是說到真信耶穌 必定跟他有關係 所以我們不要只說 信耶穌可以了 那他以為 只是信耶穌 我們是跟從耶穌 是給耶穌做我們的主 第一說到信耶穌的人 有什麼改變呢 第一就是親近神 我們一起讀 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是徒老樹 你們是知子 尚在我裡面的 我又尚在他裡面 只是就多裂果子 因為你們說 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 就像知子 雕在外面苦安 人神起來 兵在火裡燒烈 這裡說到耶穌是葡萄樹 我們就是樹枝 每一個來到耶穌面前的人 都好像他的樹枝 如果時時在樹裡面 耶穌有時時在他裡面 這個人就多裂果子 而且在信耶穌之後 我們時時保持和他關係 就會多裂果子 我們發覺一件事 你可能都會留意到 有些人初信耶穌 很開心 大家有沒有這個經歷 有些人信耶穌 突然間好像光明了 突然看到裡面很開心 和家人的關係很好 在教堂又很開心 去見證耶穌如何好 在教堂裡面 在家裡 或者家人對他不好 他都會改變 開始會改變 有一種很大的動力 在初信的時候特別強 有些人 我想問這裡有幾個人 經歷過這個 在初信的時候 突然有一種很強烈的動力 很感謝神 很喜歡神 有幾個人是這樣 這裡有幾個 這裡有一部分是這樣 可能有三分之一 我自己也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我會研究這件事 因為我發覺有些人 後來就慢慢失去了 因為我們起初的時候 我們的心裡面 聖經講到 《以弗所書》《二章二節》 是被邪靈運行的 不信耶穌的人 被邪靈運行 好了 當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忽然間 耶穌進入我們心裡面 就是耶穌聖靈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就被神的靈感動 於是那個人 忽然間信耶穌 有些人形容 好像整頓的沖淡 鬆了 有些很多醉淡 整個都鬆了 或者他說 一些不開心 一些煩惱 離開 人又喜樂又平安 神真的來到他身上 不過他沒有親近神 他過了兩三個月 開始就慢慢 沒有了這種經歷 開始沒有了這種興奮感 他就以為耶穌不行 當時只是心理狀 其實原來的原因 就好像這裡所說 他常在我裡面 時時親近我 他就會保持這種關係 我自己在我順悅之後 我始終保持跟神密切的關係 但是 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那個關係密切很多很多 起初的時候 始終是有個 不是好像現在那麼密切的 但是當我保持那個關係的時候 我就發覺 經常都有動力 很明顯 所以我會在靈修的時候 我會感覺很平安 感覺很喜樂 感覺到神的動力 大家都會感覺到 經歷到這件事 但這件事一定要保持的 一定要讓神 即是時至於親近神 看聖經 去讓神的懷疑改變我們 好 如果人們離開耶穌 又怎樣 就什麼都做不了 如果整個耶穌裡面 就好像枝子枯乾 所以有很多人信耶穌之後 信耶穌也幫不了我 也沒有用 就不開心 又煩惱 慢慢就失去了這種力量 如果當中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也沒有用 耶穌也幫不了 祈禱也沒有用 有些人很多時候都沒有用 祈禱也沒有用 但是初信的時候好像很得固 祈禱就很平安 為什麼呢 後來他軟弱了 和神疏遠了 但是當你真是悔改 你每天親近主的時候 你就容易有這種力量 好了 這裡也講到親近 怎樣親近法 貼上一家前書五章十六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要常常喜樂 得住你討告 凡事謝恩 這個關係是時時的 不只是一陣間的 常常喜樂 聖經也講到怎樣喜樂 就是常常在主裡面喜樂 在中文聖經翻譯做靠主 其實原文就是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裡面喜樂 主裡面就是為什麼 就是跟耶穌的關係 是因為親近耶穌 所以會有喜樂 時時有喜樂 不住的吐蜜 時時行路 搭車 做什麼事 家務 都時時感謝神 當你時時感謝神的時候 神的話語在你裡面 神的靈和你同在 那你就有力量了 習慣你家裡聽聖經 思想聖經 一邊聽的時候一邊思想 神的話語就會改變你 還有凡事謝恩 謝恩的相關是什麼 埋怨 有很多人就凡事埋怨 經常說 哎呀 這些人不好吃 對父母做的事批評 對教堂的事批評 那些人都 對我都不好 有些人回到教堂 經常說 有些人都不關心我 沒有人關心我 為什麼我們不去關心人 我信主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說 為什麼那些人不關心我 當然去到 我一信耶穌就已經關心人了 去到信耶穌我多久之後 神就被我感動 叫我早點回到教堂 又遲些走 故意跟那些人聊天 了解他們 那我發現原來 他們很多都不太清楚信仰的 那我就去幫他們 那當我去幫他們的時候 我就越來越入力量 我從來都沒有說 為什麼那些人不關心我 那當我關心人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 就是真是 第一 我自己幫到人 我自己有喜樂 第二 那些人更加接立我 就是他接立我做 真是 令到我很有歸屬感的 那另一點呢 就是思想 就是我們怎樣保持這個關係呢 今天講到 是一個全面性同神的關係 怎樣呢 就是思想和遵從神的話 於是第一篇 第二到三節 為喜愛耶愛的律法 奏夜思想 者人念為了福 他要像一可樹栽在稽上堂 按時候結果子 業子二分枯光 凡他所葬的盡都順利 那這個說 為喜愛耶愛的律法 奏夜思想 有很多年輕人 哎呀看聖經好悶啊 就是拿著一本聖經就覺得 哎呀 就是覺得不喜歡 那為什麼會悶呢 第一 很多人不喜歡看書 所以只會看電視 這個是電視遊戲機時代 這個是一個問題 因為習慣了什麼都要衝擊你 那些東西 什麼都要新的 那些電視節目 一定要那些 那些活動 很強很快的 不斷走來走去 不斷地變化 那我們才會覺得有種興奮感 那這個變成我們要靠外界的刺激 其實這樣一個人呢 就變成裡面沒有平安 不能夠安靜下來 那我希望大家都培養一種看聖經的習慣 那有些人說 我看了我不太明白 看了不太明白 你就不要看得很快 看慢一點 那有時候不明白 但是我不明白 我就跳起下一節 譬如一張聖經 有些不明白 就看下一節 下一節當然有些明白 那又看完 看完又再翻看 看完再翻看 就慢慢 你將來看就越看越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你就看少些 不過你思想多些 就是你看到一個經文 你就思想就可以了 譬如說 聖經講到 任何一個經文 你抓緊它 譬如說 煩勞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裡來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他說煩勞虎的人 那你就說 那我是不是勞虎呢 我是勞虎 我就可以來到耶穌 所以我就得到安息了 那我沒有安息 為什麼沒有安息 那你就去思想 為什麼我沒有安息 你就從聖經裡面去找 怎樣可以得到釋放 怎樣得到安慰 當你這樣處理的時候 你就觸實這個聖經 那很多時候我看聖經 就是它去思想 譬如說 天理地何等得高 它的慈外 去敬畏它的人 亦都何等得大 那我就去思想這句話 這句話 這句話 為什麼廣道 只是向敬畏它的人呢 既然神愛世人 為什麼只是敬畏它的人 會經歷到神這麼大的愛呢 我就去思想 那我說 很多基督徒他們都有神愛 為什麼他們好像 不是那麼經歷到神愛 為什麼是不是神不公平呢 我後來看到 就不是神不公平 而是他在罪惡裡面 他沒有親近神 自然他覺得 哎呀神也沒有幫我的 哎呀很困難 那他很多埋怨 看到不好的東西 那時候他就沒有力量 那我就明白 為什麼 就是一個人 越是敬畏神的 他的心就越開了 越開的時候 神的祝福就越大了 越大的時候 他就越經歷到神的愛 就是神的愛 就源源不絕下來的 我會這樣明白 就是好像空氣 好像雨水不斷下來的 那你隨時隨地 我會這樣說 啊主啊 多謝你 那你就可以經歷到 但如果一個人 經常都說 哎呀 那些人對我不好啊 很埋怨啊 那經常都埋怨 那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會思想 就是任何經文 我都會細心去思想 去法國裡面的意思 所以這段經文講到 鍾義人 鍾義神的律法 靈者就夜去思想 常去思想 常去思想神的話語 譬如我們有什麼困難 都習慣思想神的話語 為什麼呢 因為神的話語 是帶給我們很大的安慰 和應許的 聖經裡面有很多好的應許 譬如你說 我前面的路很黑暗 很多困難 神的應許說什麼 他說 我雖然行過死 有去憂谷 又不打遭害 那你看這個經文 那你捉實這個經文 我現在就幫助大家 如何去喜愛 和思想神的話語 死有個憂谷 走過一個憂谷 是黑暗的 是死亡的 譬如你看到 周圍都是死屍的 是很困難 有些人病的 那些人是絕望的 走過的人 每個人都很憂愁的 我雖然走過這樣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原因為什麼 因為神和我一起 所以我走過死有個憂谷 我都不怕遭害的 即任何經文你都捉實 捉實的時候 你就能夠更加明白神的話語 這就有很大的安慰 譬如聖經裡面說到 凡勞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盜我這類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那我跟著看下去 你們當父我 握學我的樣識 我說這兩個安息有什麼不同呢 後面那個呢 就是當我們 父耶穌握 學耶穌的樣識 父耶穌握 就是 做耶穌要我們做的事 這個握就像牛 耕田 即和耶穌就是耕田 做耶穌要我們做的事 和學耶穌的樣識 這樣我們就 心裡必得享安息 所以有些不同 這個是心裡享受安息 即是可以享受生命 當我看到這些經文 原來神就叫我們 去扶祂握 學祂的樣識 這樣我們就 天天都享受安息 經文我就會歡喜 那我就經常觸神 那我經常觸神 那我經常觸神 我又遵從 我只是遵從 而發覺神的應許 是很真實的 好了 這個講到 你早夜思想 只能變為有福 它要好像一棵樹 放在溪水旁 如果一棵樹 放在沙漠地 即是不太好 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它會不斷有果子 很自然生出來 其實我們生命的果子 是我們和神 有這個密切關係 就很自然流露出 那種喜樂 和平安和力量 很自然流露出來 不是強迫出來的 譬如有些人說 我有怒氣 我就按住它 這個其實是很淒涼的 你要按住你的怒氣 變成你是壓制的 其實我們不是壓制怒氣的 而是我們說 人有罪 他會傷害我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擔住他的重担 他傷害我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被他影響我的 他犯罪 為何因為他而受苦 我就會反而關心他 我不被他影響 我決意 即是不讓人影響我的 那我就經常都 決意在這種狀態 但是經常很自然流露出神的生命 不要讓任何負面的思想影響 從早到晚 你留有什麼負面思想 立刻拒絕它 譬如現在 你可能有些負面思想 可能你會說 嚴牧師說這些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都不知道行不行 是否真的 神為我預備這麼好 有時候我們會這麼想 但是我想告訴你 神真的為你預備最好最好的 你聽神的話一定是最好的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整個人生命盡都順利 以後都順利 所以我講到幾樣 即是真信人數的人會有改變 遵從主 馬太方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我們一起讀 凡人稱呼我主呀主呀的人 不能高盡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呀主呀 我會不是奉你的名權道 奉你的名管鬼 奉你的名行許多義能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吧 這要講到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真信耶穌 首先我們講到幾樣 第一就是親近神 思想 愛和思想 遵從神的話語 第三就是遵從神 唯獨遵從天父子的人 才能夠進入天國 遵從神是神要我們 每一個人都結出的果子 有一天 很多人去到天堂 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但是 他說我 稱呼主呀主呀的人 是不是都能夠進入天國 未必的 我們來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時候 耶穌說我從來都不認識你 你和我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去教堂只是想認識朋友 我們未必能夠得到永深 所以我們一定要遵從神 走神的路 這樣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都無福的 好 第三就是遵從神 第四就是愛神 既然神那麼愛我們 我們都應該學去愛神 是不是 如果我們有個父母那麼愛我們 我們都應該愛父母 如果有人很愛你 我們常常都為你預備很多好東西 如果你和一個人結婚 他常常都對你好好的 那你應不應該愛她 應該愛她 那你沒有理由 太太丈夫對你這麼好 但是你呢 租賊了婚姻 是不是很浪費 那我太太對我很好 我絕對不會租賊的 我一定會對她很好 令到大家都能夠享受這個關係 那我們更加一起發揮 所以神那麼愛我們 我們就不要糟蹋這個神的愛了 馬虎方十二章三十節 這裡講到最大介面 是什麼呢 你要盡心盡成盡 以盡力愛主你的神 整個人的心 全個心 所有的力量 整所有的力量 全力主 我整個人愛你 感謝耶穌 時事的一種狀態 我們就會有神的祝福了 OK 而聖經警告我 不愛主有什麼後果呢 前書十六章二十二節 若有人不愛主 者人可助可就 主必快樂 其實很慘 是不是 如果一個人 神那麼多恩典給他 但他不愛神 這個人就可助可就 其實是很淒涼的 主幫我們 真是對神是有回應的 也都是結出果子 不要只是信耶穌 我們生命有 首先是生命的果子 是聖靈的果子 大家看看書五章二十二十三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人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一辭 亮線 信神 溫柔 節制 在生命中 流露出神的生命 流露出神的聖情 能夠有愛心 有喜樂 時時在喜樂的狀態 也有時需要處理 不是說你自然 我親近神就自然喜樂 親近神是會有喜樂 但這個喜樂是要保持的 譬如大華 他來到聚會 他就經歷到這種喜樂 流出來 第二次聚會 又有 不過他回家 是否自動每天的喜樂 他都要去親近 主動親近神 去保持這個喜樂 那我們也有聖靈的喜樂 是否代表以後都喜樂 不是一定的 我們需要處理那些負面的思想 所以 所有這些果子都需要我們的思想配搭 不是單是靈裡面經歷的 是思想要處理的 好 然後 果子也包括事夢的果子 因為有些人 他們沒有事夢的果子的時候 來到神面前又怎樣 耶穌就說 馬太福音25章26節 他就是又惡又難的福人 所以我們真信耶穌 即使我們所講的幾點 就是真信耶穌會有個改變 我們就要有 事奉的果子 傳福音的果子 不要只是領仇 而是我們真的將恩典講出來 將恩典神的恩典傳播出來 即使我們講到幾點 一起跟我講 當我們真正跟從主的時候 第一 我們會做什麼 第一 親近神 一起跟我講 親近神 第二 思想和遵從祂的話語 思想和遵從祂的話語 去遵從神 愛神 結果子 你們有沒有這樣做 希望大家是揭力的 就不會有一天 就不會有一天 又惡又懶 就淒涼了 好了 所以我們應該有這些改變 我們必須有這個能力 能力在哪裡呢 就是聖靈那裡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灌在我們心裏 羅馬書 我們一起讀 因為所致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 囂灌神的心裏 因為神的聖靈 真的將神的愛 充滿我們的心裏 就會有動力 很多人的生命改變 就是當他經歷過耶穌 經歷過聖靈之後 心裏就會有感動 感動 以後他會對神有回應 我是 我又可以說是這樣的 我們經歷神 未必次自一樣 那麼多 就是每一次 不是一樣那麼多 我初初經歷那一次 是很強的 真是很大的感動 但我不是次次其道 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不會說 為何這次沒有那麼強的 我不會這麼說 總之有神的感動 有神的平安喜 我就會感謝神 我不是一定要 最強最強 我才會感謝神 但我都會追求 更大更大的 和神的同在 我想問 這裡有幾個人 經歷過神的愛 感謝主 很多人 問題就是 我們能量行償 行償 有幾個行償 經歷神的愛 感謝主 希望大家會保持 那待會我為大家祈禱 也鼓勵大家 如何能夠行償 就是你自己投入 去相信神 很想神去更大的祝福你 那你就 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你就更加容易 償有神的愛 你為人祈禱 也會有很多人 經歷神的愛 你為人祈禱 那些人就會被感動 因為神的愛 和他們在一起 那這個經文 就說到神 和他們在一起 就有這個能力 去醫好傷心的人 以賽書內 一章一字三字 這裏說 另外能夠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悲哀的人 能夠將神的恩典 帶給很多人 報告秘魯的得 釋放被囚的出監路 將神的愛 帶到周圍的人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動力 做一個熱心的基督 可以嗎 不要只是信耶穌 即使我再說一次 第一 七日神的基督 第二 思想神的話語 和遵從 經常都喜歡神的話語 第三 遵從神經常行神的路 第四 愛神 結果子 結果子 即是時時都做這幾樣 就是我們必然有的果子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會豐富 你就會更加享受神 而我們需要神的同在 當你親近神的時候 神就會感動你 自從那一次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真的有很大的動力 但其實我初信主 神的聖靈都將平安起落次給我 我真的感受到神給我動力 但經歷聖靈那一次是更大的動力 也有些人說 哎呀我曾經經歷過很大的動力 不過不是每次都是這樣 這個是需要我們去保持的 我希望今天我們祈禱的時候 你會說我想保持神 在我生命中 保持這種同在 恆常的同在 每一次我祈禱的時候 每一次我愛耶穌 每一次我親近耶穌 神的同在都來到 將我的重担釋放 很重要的 在我們祈禱的時候 都有信心 為甚麼有信心呢 不要一直說 哎呀神啊你何時來幫助我 而在你祈禱的時候 神啊你已經同在一起了 神你在愛我的 你現在已經在祝福我的了 你現在要將很多福氣賜給我的 你想不想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時時保持這種密切的關係 在一起我們現在站起來 你向神去討告主啊 我們需要你 幫助我們和你有密切的關係 神啊我們需要你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我們多謝讚美你 我們感謝讚美你 神啊我們需要你 我們求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求主你恩待憐 神啊我們多謝讚美你 求主你的色靈 釋放我們的心 釋放我們的一切的重担 我們不需要在重担之下 所有的重担都可以得釋放的 我們現在相信我們可以 好像天使一樣 行不行 我們可以好像天使 這樣平安起落 我們可以好像天使 這樣沒有重担 我們可以好像天使 這樣輕散 我們可以好像天使 這樣有能力 主啊我們求你恩待我們 幫助我們靈命更生 我們今天求主耶穌把靈命更生 置給我們 我們要得著神的靈命更生 我們要得著神的能力 我們生命要改變 我今天想鼓勵大家 就是你自己祈禱能夠去 來到神的面前 得著能力 沒有一個負面的思想